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好像是凭空出现的 沈芸汐带着她的羊驼 真的来到现实了 你们摩托了吗 你们相信我 沈芸汐 沈芸汐在那边报道了 再找见 可以啊 我得好好打击打击 你们有谁喜欢她 给我严肃点 为什么他们在一起 会让我有一种愤怒的感觉 沈芸汐不要 你要是不听话 我对配一点 跟她的朋友做朋友 这样你们不就都成好朋友吗 咱们俩有很多地方 还是很相似的 那咱俩算是朋友了吗 沈芸汐 这个心机寿宴 是吧 我从第一次看你 我又觉得人特好 你要不这样吧 这样信你吧 你别对我 他做什么对象 你都是专业的 你不是说了吗 要避两天封头 人俩还假不清清的 说什么倒持距离 你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 我是被你创造出来的 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只有呢 我很清醒地明白 这只是一个 求而不得的美貌 让我来了 认识你们阿姨的儿子 你不得的美貌 是吗 没有 我被你 不得的美貌 你不不得的美貌 那死我了 真的是不得的美貌 这身分的美貌 你带我监定 给你治疏